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0%的大客车都必须是电车 然后30%的小客车也需要是电车 然后在2035年的时候是60% 那在2040年台湾就会全面的经售燃油车 那其实这代表说这样的一个政策的颁布就加速了整个产业的绿色转型 那也对各位技师来说就是说在未来规划的每一个案件 只要这个场域是有充电的停车位的话 业主其实就理所当然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这个系列的充电桩它的名字叫做GoAC 那顾名C它就是一个AC的充电桩 那它的规格从单项的7k瓦到三项的11跟22k瓦 总共三个range 那再来第一个互联性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的充电桩呢 它的通讯协议都是开放的 任何的其他的第三方的软体都可以来截取 这个充电桩里面所有的资讯 那再来我们的设计呢是很友善的 就是它简易的呢 可以做一些安装设定操作跟维护 那我们的每一个产品上面也都有QR Code 所以你只要扫了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上网 然后轻松的就是得到你现在所需要的资料 不管是安装手册或者是等等的 那我们也都是对环境友善 有绿色标状的标状的产品 那这产品也有通过就是充电桩相关的这个认证 是IC61851 然后它是IP55的集顺 那讲到灵活性这个部分 它上面写可定制的外观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两个充电桩的这个图像 那在右侧的这边是充电桩本身这个机台的主机 那它可以直接做壁挂式的安装 就会成为壁挂式的充电桩 那左边就是我们原厂的金属外壳 那加装上去它就会变成一个站立式的充电桩 那这个外壳呢 我们原厂也有做客制化的设计 大家可能现在在台湾比较常看到的是一些车厂的维护保养厂 像是Benz、B&W上面充电桩完全就是印制他们自己的logo 那我们也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那再来内部结构的话呢 现在比较多的应用都是用RFID的卡片 就像悠悠卡或者是我们进入卡刷卡、进入卡一样 那你只要在机身上面做这个刷卡的动作 它就会开始启动 那联网的部分使用3G、4G、离开网络 然后通讯协议是OCPP1.6 这也是大部分几乎所有的厂家的通讯协议 那我们在未来呢 也会升级到OCPP2.0 那讲的灵活性的部分 有T1跟T2的插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 一直问问题啊 像现在啊给大家一些数字 让大家比较可以去想象 其实这两年来台湾所销售的电动车 有75%都是特斯拉 那特斯拉用的是T2的插座 那剩下的25% 像是宾士、BMW、奥迪、保时捷 或是Key它们都是T1的插座 可是实际上在台湾截至到今年的上半年6月底为止 在公共场域的AC充电桩大概有3500多只 可是这3500多只有70%都是T1插座 所以这个讯息给我们的台湾意识 其实我们现在拥有的充电桩并不是大部分 撤住它所需求的 当然我们在网络上可以很轻易的去买到一些转接头 或者是剪裁 但是这会引起引发几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安全性 第二你使用的转接头会有能源的损耗 那这就不会是非常有效率了 甚至使用电是我们原本的用意了 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说上述刚刚提到设计是T1插座的这些车厂 也渐渐的开始设计T2的插座 那原因是为什么 T1的插座它其实是支援单向的电源 那我们在电动车的设计 不管是电池一定是设计的越来越大 我的里程要能跑的越来越远 并且我要能够做更快的充电的效率 所以他们渐渐的把设计改成T1 那我们的充电桩 你可以选择的规格是不带线 然后带一个保护壳的一个规格 或者是带T2的线材的规格 那或者是如果一定是业主要求 他要T1的插座的话 也就是另外架构T1的线材 那检硬的设定跟故障排除 然后它是可以搭配我们一个 Web的管理系统 那是在等一下会跟大家做更细节的说明 那增强的安全性跟更快的安装 就是这个充电桩里面就内建的漏电保护 限压跳拓的辅助接点 还有也有规格是内建的电表能够去记录能好 那这个内建的电表的精度是1.0 好 那再来就刚提到的这个管理系统 那今天所有的这个像技师会遇到的设计的场 遇到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新的建案 新的guilty 还是新的停车场 新的住宅 那假设是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你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会把充电状的这个用点考虑进去 这其实不会有任何的能耗超约等等的影响 可是如果是既有的建筑 他要新增设充电中的车位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最中间的那个图表 蓝色的线就是我们有的电 我们可以供给的电的量 那你所用的电就像绿色的这个曲线一样 有时候夏天白天 夏天冬天白天晚上不太一样 那加装了充电桩之后 就变就会像橘色的区块一样 于是你就超过了你可以供给的电源 那这会发生什么过载挑点 或者是你的气热容量超约 然后也就被发款这样子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提供的solution 这一套东西叫做EV Charging Expert 顾名思义它是一套过载平衡管理系统 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个LMS 现在大家都在讲的 那加装上去之后呢 它就是能够去 智慧的去做一个电力的对充电桩的一个配置 那它是动态的负载 做一个限流排升跟延迟 动态的负载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15分钟会同步一次 那除了说你可以像刚刚讲的去相信它做一个智慧的排成以外 你也可以给它做一些条件跟设定 然后你也可以登入 然后呢去启动它 或者是暂停它 延迟它 然后当然呢 它里面就记录了所有每一支充电桩交易的时间 然后许长还有充电的量 那整理说刚刚提到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是弹性的 弹性的指的是假设今天你在没有给它任何的条件跟设定之下呢 它就根据你所能供给的电量去做最有效率的一个分配 或者是你可以给它什么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我有两个车位我要设定VIP 不管它什么时候来 它只要进来 它就是拥有最多的电 然后它要最快充饱 那再来就是你可以根据像像台湾的夏天都会有 那个叫什么 尖峰离峰的一个电费的管控 那你也可以做这样的设定 去做一个最有节省成本的一个配置 那它是用线上更新软体的方式 而且它不需要安装软体 那代表说对业主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 我就不需要绑着一台电脑 然后我一定要某一个人 然后去操作这一台电脑 然后我去做一些紧急的 或者是long term长期的一个修改 那这个对于就是说 像是住宅通常都有管委会 或者是说在充电装装完之后 有一些维护保养的厂家 上面就会有成本的减少的节省 就是人不用直接到现场 我还是一样可以做设定 只要你有一台电脑 或是一台平板 然后有账户 然后做登录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你看到它左边 其实它是一个黑盒子 那它会被安装在现场 那这里也是一点 就是你就不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不会因为它的所有资料 都还是存在那个黑盒子里 所以没有办法有骇客入侵 那这就是实际上的这个EV Charging Expert的管理系统页面 那左边左上方呢 你就是可以去选举说 你现在要看哪一些区域的充电桩 那这就延伸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一套系统它可以管理多少支充电桩 现在有一些厂商在外面都要打 有没有听到可能是20支 30支 那我们的软体它可以管理1000支的充电桩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惊人的数量 那在画面的中间上方就是所有充电桩 就你刚选取的范围内的所有装置 它的线桩 那中间是你曾经对它 或是你现在想要去做的一个设定 我们刚刚讲的像是VIP等等的这样子的条件 那下面就是交易记录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都可以很轻易的按一个键 然后就会输出到Excel表 那这个资料就会对于像是它是需要收费的 这个停车场域 让业主或者是管理人员能够做一些金流上的计算 那刚刚这个就是我们有提到的最下层的 我们的硬体的设备 然后第二层我们的负载管理平安系统 那我们也提供了一套EV Advisor 它是一套云端的分析系统 那左边呢其实就是几种不一样的情况 不管你是用施耐德的充电桩 还是不是用施耐德的充电桩 或者你是用施耐德的负载管理平安系统 或不是 这些资料全部都可以靠到云端 然后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那几种不一样场域的这个电力设置的配置的图给大家看一下 那第一个是办公大楼 那这个scenario是说你在一大个区域有分成很多不一样的小区 然后在小区里面你又有不一样的大楼 然后你有你的停车站 那所以从台电接下来的电经过你的断路起到主盘之后 它分给每一个不一样的大楼之后 同时也拉到EV充电桩的这个盘上面 那这个盘会有回路保护器电表等等的 然后再拉到充电桩 那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经过不管是网络或是OCPP 然后传到EV Charging Expert的资点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配置 那第二种就是它是单一站点 那这个就相对简单 从主盘拉下来的电子要分层配到不一样的楼层 物质区域 然后同样的拉到充电桩的这个盘 然后第三个是住宅案 那住宅案其实它就相对是更简单 那都是一样的概念 那为什么要放三个图 其实就是想要让寄生们知道说 其实它的概念都是一致的 就是从主盘拉过来之后 接到你充电桩的这个盘 然后后面都是一样的设计